我实名举报江崎省万年县委书记毛崎 毛崎利用职权 长期丢女儿猥亵性侵 我女儿是万年县上坊乡年党委书记迪佩霞 根据录音文件属性显示 2024年5月23日 他与毛崎发生争托 所以要去省纪委进行举报毛崎 并成属上有他的录音 三天后 迪佩霞就被万年县纪委带走留置至今 并被输缴了曾在毛崎犯罪证据的电子失败 自此失去人身自由 无法向社费发声 被带走前几年 他留给家人一个义务盘 并嘱咐这个义务盘可以救他的命 根据义务盘的内容 以及他平时跟家人透露的信息 我才对知毛崎利用职权长期丢女儿 进行恐吓打压索费利用 进行精神控制 并强制猥亵性侵 恳请上级总管部门 对毛崎的违法乱纪行为 进行敌案调查 给狄北侠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确保狄北侠生命健康安全 严肃党纪国法 以上举报有录音材料作为证据 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26日晚消息 万年县委书记毛崎涉嫌严重 伪计违法 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江西省纪委网站通报中介绍 毛崎、兰、汉朱 1982年3月出生 江西上劳人大学文化 200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12月参加工作 曾在万年县委县政府等单位工作 7月25日 江西省上劳市万年县一名退休教师 李长柳 在网络实名举报称 江西省上劳市万年县委书记毛某 长期对其女儿李某进行打压、恐吓 甚至强制猥亵与性侵 而其女儿李佩霞正是该县上访乡原党委书记 县委书记性侵 乡党委书记 这时也算齐文了 虽然 领导性侵女下属这类事件并非少见 然而在体制内 此次所涉及的性侵事件却颇令人深思 据举报人讲述 他的女儿李某曾担任万年县上访乡原党委书记一职 在今年5月23日 因与原县委书记毛奇 因为某事发生争执 当时李佩霞便扬言要去举报毛奇 结果三天后 李佩霞却被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 截至7月26日已经留置了两个月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李傅还带出了相关入院证据 以此来说明女儿李某受到毛某的侵犯 如今这些证据得以真正发挥效用 李傅希望能彻查此事 李傅表示 其女儿被带走之前曾告诉父亲 这些证据能挽救她的性命 举报人称举报材料总共八段录音 此次举报公布了三段 有一段是县委书记毛某 在李某汇报工作时 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录音 劳厨仔细听了几遍这个录音 基论上听不太懂这个方言 除了一句有点冷 然后就是男的唠叨不停 女的 哼哼一 把另外两段是毛某在深夜 约李某去他家聊天喝茶的内容 在录音中李某多次表示 我怕你会忍不住而拒绝前往 但毛某太不坚决 7月25日晚 江西省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 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7月26日晚9点35分 江西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万年县委书记毛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向组组交代问题 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 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那么李配祥和毛齐是不是都有问题 脑储注意到 万年县纪委网站在上个月16日的时候 发布消息称李配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向组组交代问题 两个主动向组组交代问题 可能一个是被主动 一个是真主动 目前来看 老楚认为第一 任县委书记毛齐肯定是问题严重 续到如今 求个投案之手 减轻一些将来的刑事处罚而已 第二李配祥肯定也不仅仅是被性侵和强制留置 这么简单 和县委书记毛齐 关系破裂 可能是实情 他们恶人间 存在暧昧关系 或者是强迫性关系 也可能是事实 但这些并不影响 李配祥就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宣布 李配祥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主动向组组交代问题 是县一级的纪委 监委 组织 是要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的 毛齐虽然是县里的一把手 又绝对话语权 但他要想直接指使 纪监委组织去诬陷 栽赃一名党员干部 搞冤假出案 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除非他想早点被查到自己头上 从当年公事来看 李配祥出生于1983年 今年41岁 贵零零一年 年仅18岁就已经参加工作了 参加工作后 李配祥进步非常快 20岁就入大 2014年31岁时任镇长 曾经在万年县 富联裴梅镇上访乡工作 所谓是年轻有为 李配祥作为上访乡的元岛委书记 一直以娇好的美貌 忍尽闻名 李某也经常陪伴领导 一同上山下乡的参加工作 从昔日工作旧照 可以看出李某的确是天生丽质 样貌出众 老储认为毛琪的问题已经被沈一级 纪委监委官学呢 没得跑 但是李配祥的问题也不为简单 单单从其父亲李长柳 公开的一份十分钟的录音视频来看 单就信心一事 李配祥在毛琪办公室 并没有展现出反抗的意思 而是顺遂推舟 按照毛琪的想法进行了下去 并顺带录音 这明显是有所准备 录音是为了什么 是证据 是为了近身用 还是为了要挟用 如果那天不发生争执 是不是能以此前录音 以令毛琪 所以老储有理由推测 李配祥和毛琪不仅仅是全色交易 性情诬陷 打击报复这么简单 它到底干净不干净 我们相信组织调查 拭目以待 看看网友们总结出此事情出现的一点 其一 根据举报人的举报材料 李某城多次被毛某猥亵信心 长期受到精神控制 打压 欺凌 为何迟时不举报 迟到发生争执 双方关系破裂被纪委监委带咒 才由父亲进行实名举报 其二 在5月23日 李某与毛某发生争执的时候 表示要前往沈纪委 监委举报毛某 自26日 他自己被献纪律监委请喝茶 时间足足有四天 他为何只是恐吓 却迟迟没有实际行动 他在等什么 其三 从李某的履历看 其18岁就参加工作 一个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年轻女孩 她是如何成为公务员 之后又一跃成为了乡镇党委书记 选派任用是否符合程序 其四 县委书记 姓清江党委书记这件事 暴露出来了 绝不仅仅是性侵的问题 性侵的背后 毛奇已经查证属实 自首了 那李某呢 他先前的自首 到底有多少水分 先级组织部门的公信力 到底存不存在 国家和人民 把权力赋予这些领导干部 是要他们为人民服务 干实事 干好事的 而不是让他们为首欲为 荒银母道的 更不是搞权设交易 以权谋私的 如果存在以权谋私 公器适用的问题 就要按党纪国法处理 不能姑息 干部之中的害群之马 必须清理出去 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公道 自在人心 最后 老储想说中国的官员 有几个比毛奇好的 估计都是一秋之河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毛奇运气太差 事情败露了而已 再一个 前几天 博士生举报教授 猥亵 李傅举报毛奇 猥亵 都是通过抖音 实名举报 请问中国的信法部门 是干啥呢 维稳的吗 中国老百姓 还有多少冤屈 无畜生 再这样下去 不亡党 亡国才怪